首先是手搖式的手電筒兼收音機 瑞士刀 留言貼紙 還有書寫的墨水筆 防水的腰包 新聞快報 新聞快報 我國心不突然遭受攻擊 請民眾進速前往避難所避難 緊進速前往避難所避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完全戰爭手冊 今天我們要開箱一個非常實用的防災壺 讓我們來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們先想像一下 如果發生災變 我們來不及帶上行李或其他物資 而且我們也正在等待政府安排前往安全的地方集合 或許還需要一點時間 你將會需要這個防災壺 裡面的東西可以在緊急狀況下幫助你 在影片開始之前有個好消息要告訴大家 目前我們推出了會員制度 只需要兩顆茶葉蛋的錢 既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商品專屬優惠價格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這個防災壺 容量是2000mol 你可以裝上乾淨的水 隨時備用 攜帶也很方便 裡面裝了一張我們內容物的清單 以及10個小叮鈴 能夠讓你面對災害時 快速地找到應對的方法 接下來我們將會對內容物進行介紹 先來帶大家看一下防災壺的內容物 首先是手搖式的手電筒兼收音機 瑞士刀 流言貼紙 還有書寫的墨水筆 防水的腰包 薄暖毯 以及三個夾鏈袋 然後還有兩個壓縮的小毛巾 還有一個求生哨 接下來我們將會針對每一項物品進行介紹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手搖式的收音機 同時它也是一個手電筒 它除了手搖式的充電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是可以進行太陽能的充電 只要將手機充電線接上後面的USB插口 連接上手機就可以進行充電 接下來是求生哨 假設你被瓦力堆壓住而且動彈不得 你就可以使用它吸引別人的注意 像這樣 再來這是一個保暖毯 它能夠在寒冷的環境當中提供你保暖防潮的功能 同時也可以充當臨時性的雨衣 這是防水腰包 具有三層的夾鏈 防水效果非常好 所以它可以用來放置重要的東西 錢以及手機等等 同時它擁有一條腰帶 你可以緊緊地把它綁在你的身上 再來跟各位介紹的是一把多功能刀 它有刀子、剪刀、鋸子等11種小工具 可以滿足你各種需要 這是兩個壓縮小毛巾 體積很小 很方便攜帶 使用時只要泡水它就會膨脹 可以當成毛巾使用 讓你能夠進行基本的身體清潔 裡面有附贈三個比較厚實的夾鏈帶 你可以用來裝重要的藥物 或者口罩等等 主要用我們附帶的墨水筆 將裡面的內容填寫好 你就可以告知別人 你是前往避難中心 還是留在家裡 家裡有沒有人受傷 需要什麼樣的資源 他們一旦找到你 便可以向你提供立即的資源 這就是我們今天 防災壺的開箱影片 當災難發生時 你會需要一個相當輕巧 不會太重 但有多功能的防災水壺 不論是小孩、女性 或者老人 都可輕鬆攜帶 平時也可以放在床邊 辦公室、車上等多種地方 有備無患 不僅如此 防災水壺跟防災包 最大的不同就是 沒有發生災難的時候 防災水壺也能發揮它的用處 水壺可以拿來裝水 保暖毯可充當雨衣 或臨時的外套 當你需要開瓶器 多功能刀也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防災水壺的內容物 具有多功能性 可以協助你解決生活中的大小難關 假如你正在準備防災物資 或者覺得避難包太重 不方便攜帶 甚至不知道避難應該準備些什麼 這個水壺就相當適合你 如果你對防災壺有興趣 可以前往資訊欄點擊購買鏈接 目前我們也推出了會員的制度 加入會員 既可獲得防災符的會員專屬折扣 倘若你喜歡這則影片 請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或使用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 我們下集影片見 拜拜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